从网络上下载那个翻例 其实就是跟各位的一样 就是在这边 我是用这个 基本上这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做一个 刚刚讲的几个动作 删除旧工作表 新增 然后新增之后再下载 总共会这些动作 基本上的话 都可以从网络上参考 因为这个难度其实稍微高 有些东西前面都有讲过 所以我讲的会比较稍微快一点点 所以基本上就 这边往下删除的 然后这个是新增的 批字新增的 再来是新增与下载 其实就这一段 这一段程式 那这个地方的话 做完之后可以试一下 不过我是建议就是 因为如果你全部跑 要跑很久 因为它总共有30 33好像多一组 我好像没有复制到 不过没有差别 建议是从中间 你可以把它稍微断开一下 插入一列 不然的话它跑很久 OK 基本上你就这样把它 比较重要 可能会发生错误的 应该是 这一个地方 扣股式资料 这个把Y丢给它 这个可能你自己要稍微 最好是可以自己改一下 网址 记得是传递过来的 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 所共用的一个程序 所谓共用程序 就是说你可以传递一个参数给它 然后呢 动态的去修改它的网址 那这个地方改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它改完之后的结果 那基本上呢 我当然因为我这边设一个 这个空白力 所以基本上 它只会跑到那个玻璃 就结束掉了 OK 但是这个地方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跑完之后呢 有的时候如果你支援量一多 其实要等待 所以前面有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希望能够让使用者 就是在等待的时候呢 能够看到一个 这个进度的状态列 它可以跳出来 然后呢 可以让使用者知道说 到底目前的进度跑到哪边了 那这个前面我们也讲过了 只是说呢 建议各位以后啦 只要是 尤其像网路上捞资料 这种会需要批次的 一定会需要等待 尤其你资料量大的时候啦 那你当然 如果自己用 当然没差 自己用 自己应该知道 自己会有一个 可是如果你给别人用的时候 你恐怕 就需要怎么样 在批次新增工作表 与下载 后面还要再加上 不要闪动 不要闪动应该比较简单 就是用那个application 那个物件 点什么呢 script updating 等于force就好了 最后再打开 这个不闪动应该比较简单 再来的话呢 就是增加什么 一个状态列 这个状态列 其实 网路上好像比较少人 讲到这部分 这知道状态 状态列 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OK 所以程式应该不太会有可能 会跟别人一样的 即便是别人书里面的 如二雷同 我想应该不太可能 是我超他的 应该是 因为我看到很多网路上教学 有一些 什么感觉越来越跟我很像 这明明就我的写法嘛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会 所以可见得 不过也是好事 表示有人 对于这种写法 觉得不错 他才会把它学起来 OK 那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写法 因为我比较习惯的写法 OK 那当然你将来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就是说呢 写程式它的好处 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要自己找到一个 你习惯的一种写作模式 如果你可以抓到那种写作模式 你用习惯的话 那以后你要写什么 就可以写什么了 可是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 功力累积 不太可能说一下子 你可以马上自己有自己的风格 那像我自己也是模仿 人家模仿非常久 所以刚开始我也买了一堆书 每一本都很认真去看 看到最后的我发现 为什么每一个人写都不一样 我一直诚实 奇怪 明明都是写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你们两个 你们三个 你们这么多人的作者 为什么你们都不给他写成一样呢 后来我才体会到 原来程式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之后呢 后来我就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写 果然简单许多了 OK 为什么 因为很多东西本来就很简单 你用你的逻辑写 因为你熟悉的模式 你会觉得很便利 可是别人的模式 不等于你习惯的方式 就像说你整理自己的抽屉好了 像我就不习惯了人家来整理我的抽屉 即便我的抽屉里面乱七八糟 乱到一个不行 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人家来动我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逻辑 对不对 那如果别人他会觉得他整理出来 他自己会觉得很整齐 可是不代表你觉得整齐 OK 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那个风格 OK 这个大家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知道状态列怎么做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之前 我们讲过那个方法把它补上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 大概几个 就是说状态列之前 我们前面也有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不闪动 那如果在资料状态列之前 可以用那个StatusBar 这个有用过 那至于要怎么样增加资料状态列 底下这边我有一个说明 其实这边的话呢 当然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所谓的那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只需要放一个东西 这个表单的名称 基本上呢 我把它取名叫Home 所以呢 当Home点Show的时候 当Home点Show的时候 会触发一个事件 叫Home的Activator 这Activator就是它被启动了 那我们如果说要把那个 我们的状态列写的话 要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个Home里面的Activator事件 那这个事件会触发之后的话 那你就要在里面去变更 所以程式可能要在这边撰写 那里面的话大家怎么撰写 我想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样 把这个这个进度状态列写在这边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边先做出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那个怎么样在里面增加一个 记得是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 制定表单 记得基本上 大家如果你要 最好可以把它固定一个SOP 拉一下 这个名称1 请各位就是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名称我习惯把它改成Home 当然你将来不改Home也没关系啦 反正记得就是 如果是Home就Home.show 如果是UserFone1 那就UserFone1.show 反正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里面放一个那个Label 那这个Label的话呢 把它拉一下 OK 那它的第一个 我大概改了几个啦 有些东西 也许 这个名称习惯把它改成PB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它的那个什么呢 它的底色 底色也许先改一下 它的底色我喜欢用红色的 OK 然后上面有Caption 对不对 请你把Caption里面的字 Delete掉 就是只是一块就对了 OK 由上到下啦 名称改过 Backcolor改过 Caption改过 另外就是它的Wise Wise又宽度 宽度的话呢 之前我们用200 那如果你不喜欢 你用400 用500 用600都可以 只是说你要能够让这个 宽度 像我把它拉一下 这个大概拉宽一点点 那如果你让它拉 拉不到400 没关系 就是干脆直接输入400 好 先以它改为之后的话 再把它拉过来 然后这个外面给我 目前假设我要改成跟这个一样 下载进度 也许你这边 再把那个表单 表单部分的那个 它这个叫Caption Caption 下载进度 OK 所以如果你要抓 加一个资料状态列的话 大概就是第一个按右键 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修改它的那个名称 跟这个 Caption 所以大概改这两个 在这里面增加一个Label 改了四个东西 四个东西 一 二 三 这个是四 OK 这个界面先做出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撰写程式部分 那撰写程式基本上就是什么 当这个表单 所以我基本上会把它拉开一点点 留一个缝缝 点那个空白 不要不是点它 是点这个表单的背后 它会跳出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Click 不过我们不是要Click 当它被启动的时候 所以程式是写在哪里 写在这里面 当它启动的时候 那我就要做什么呢 就是 去做下载 一边下载 一边更改那个 Label PB 那个Label 名称叫PB PB的宽度 那这个宽度呢 当然 总宽度本来是Wise 400 那如果说你有30 假设我们有33个类骨 那你就变成要除以33 也就是400分 每个人分成33等份 反正你跑完一个 你就显示一等份 一等份 一等份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撰写 所以等一下的重点就摆在这里了 那也就是怎么样 我们要把那个刚刚的程式 写在那个我们的SAP里面 变成要把它搬过来 因为如果你写在SAP的话 你要去变更它的宽度 可能有点困难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就是Home点Show的时候 把它Show出来 它就会触发 Adivate的事件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一边下载 一边变更 它的Label的宽度 那这样就OK了 那每跑一个回圈嘛 所以一定是跑一个回圈 跑一次 然后下载 变更宽度 这样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 先稍微试一下 想想看 因为这个前面有讲过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前面 跟后面都有相关联系 那所以 请各位回去有时间的话 还是尽可能的 就是说还是要实作 这东西 如果你前面的都已经熟练的话 那我刚刚讲的那个 如何建立一个 状态列的那个表单 我想你就很快可以上手了 那以后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 比如说大量的批次的一个资料处理 需要让使用者 或者你要等待 那你希望知道 这个目前进度到哪里的话 你马上就可以把这个进度状态列给做出来 OK 这个我想非常实用 因为几乎你只要需要等待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那个资料状态 尤其是资料的汇入汇出 那这个我想用到的机会也非常大 不管是从网络 或者从资料库 或者从其他的地方 捞一些资料的话 都一定需要等待 那等待的时候呢 就需要让使用者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使用者界面 那这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再来看一下这部分 那